你們知道我們要偷偷去 拍你們睡覺嗎 他們說是來棚內就是聊 聊大家睡覺的習慣 對啊 他們本來跟我講說 要來拍 跟我約一約也沒有來啊 真的還假的 他... 沒有啊 可是問題是 妳要來 妳還是要找我朋友 要來開門啊 我朋友 我說 怎麼好像沒來 他說 對 因為他要去墾丁春那 所以他就跟他們講說 他沒辦法 所以他們就沒來拍啊 沒去拍 對 好詭異喔 所以我們沒有拍到羅姐妹睡覺了 沒有啊 對啊 好想看喔 這一次我們偷偷聯絡到 有有羅姐家中鑰匙的好姐妹 來幫咱們開門 到底我們有沒有辦法 順利拍到羅姐睡覺的樣子 而不會發現啊 羅姐說她現在都是看電視 看到自然睡著 難道就是年紀有點長的徵兆嗎 但是看到羅姐緊實又光滑了皮膚 看來歲月似乎沒有在她身上 留下任何的痕跡 而且羅姐說啊 她睡覺一定要握著這條小毛巾 要不然可能會睡不著呢 為了不被羅姐發現咱們來偷拍她睡覺 也沒人敢邀請她啦 我們還是趕快離開吧 羅姐要怪就怪妳的好姐妹喔 妳的家奶奶也不希望我的牛奶 怎麼可以這麼假的 妳身上很漂亮耶 太反透飛 對啊 太反透飛 睡覺的時候喔 妳一定一個腿要側的 一個腿要直的 這樣妳的雞嘴骨才不會彎掉 妳如果兩個都是彎的話 妳這個姿力甜蜜就好 對 還是有在耍性感耶 沒有啊 妳是裝睡吧 沒有啊 那妳手還知道要這樣 因為抱枕頭啊 這樣子啊 不是剛剛好嗎 妳睡著的時候 那個小毛巾還會拿住 不掉下去 抓緊耶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因為我告訴妳喔 其實我那天睡覺的時候喔 妳們真的有來對不對 對啊 不然告訴我 這什麼東西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跟妳講說 我家裡發生事情嗎 對 所以呢 我這幾天 我就吃安眉藥想說 看看她會不會回來看我 所以呢 我就...其實我... 因為我一直睡不著 我就怕見不到她 過了這些日子 可能就見不到 我就很擔心 所以我是吃安眉藥睡覺 所以我那天又覺得 好像有來看我 我就覺得有走路的聲音啊 有什麼你知道 對 而且我為了去... 因為我知道他們沒有來 因為他們說沒有來嘛 所以我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我還到我樓上 我的鄰居可以證明 我還去敲門跟她講說 你們家應該有漏水 然後你們晚上 所以應該2點到6點的時候 你們樓上有人在那邊走動 然後卡...的 什麼... 他們說 所以我就很確定 是她回來看 對 哇 好白的腿喔 不是 那是好多的抱枕啊 看來瑤瑤似乎已經單身許久 只有抱枕可以陪伴了 床上竟然還擺著 一件性感的保溫睡衣 這令人好奇瑤瑤是什麼時候 換上她呢 在床樓旁邊的桌子上面 竟然還擺著沒喝完的飲料 還有吃一半的餅乾 看來不改改習慣的話 可能只能繼續抱抱枕囉 看著瑤瑤修床的妹腿 還有手碎的臉龐 只是令人忍不住想要把她 咬起床 搖 哇 瑤瑤立起床的樣子 未免太驚人了吧 誰啊 你們怎麼進來啊 妳姐 跟我們要死的啊 我們要出一個那個 睡相的單元 我要死了 好可怕喔 有病喔 看來瑤瑤好像不是很開心 咱們才會三次六計 來走圍上車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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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掉眼淚了 好可怕喔 笑到哭了啦 真的不是有幫助名了 妳像成龍大哥 好可怕喔 是第一次看到這畫面是不是 不是 我第一次看 因為我以前黑色會的時候 沒拍過 很可怕喔 但是我們 小優房間在哪裡 她現在在睡對不對 對 對 我幫妳們請 小優媽幫我們開路 要來去小優的房間了 看不出來 小優的房間 其實還挺乾淨的呢 床頭櫃上面 擺了自己的照片來辟邪 不…我是說裝飾 來看一下她的衣櫃好了 抓到把柄了 原來都是直接塞到衣櫃裡面 看看這房間裡面各個角落 居然都放滿了零食 好吧 原來這乾淨只是個假象 還是先來看看 這麼小優的睡相怎麼好了 看看這個白白胖胖的腿 還有這個屁股 怎麼有人睡覺身體會如此扭曲呢 看她熟悉的臉 還真想把臉打馬賽克 不想叫她起床呢 好 起床囉 睡覺就睡覺 嘴巴還張得這麼開 我的老天爺啊 果然是最醜的吧 天亮囉 天亮囉 起床了 嗨唷 小優桑 誰 我們康熙啊 早安 媽媽 這個時候妳叫媽媽也沒用啦 我沒看到妳也想叫媽媽呢 媽 你出賣我 太早了啦 你們不要這樣啊 可以了... 怎麼可以打攝影機呢 可以了... 用壞妳要賠呢 我們鏡頭也沒壞就好不錯了 好啦 不吵妳了 我們要趕快走 太可怕了 妳在叫妳媽的時候 妳媽看一下妳 之後就倒退離開現場 倒退離開 沒有 多說什麼 請問我們叫妳說 妳好像有一刻繼續睡 對 嘴巴張開那個是... 那時候還沒醒 那時候還在睡 我的意思就是從那個 他叫我的時候 妳那個哭腔是... 只是撒嬌 妳不是在哭吧 因為我早上就會有咽酒嗓 可是我明明就... 就是早上那個嗓子 就會很像哭腔 可是哭腔好像還感覺 想要用一點可愛來... 好像是 打妝 是 好醜喔 那臉... 嘴巴還那麼開 所以打開嘴那個比較醜 可是我們定格那個還好 真的啊 我們定格那個畫面還好 沒有 我想像這樣醜耶 其實你平常就是那樣 沒有 再問他不會太大 現在要突襲的 應該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宅男女神 林采迪的歸房 怎麼一打開 就有一種香香的氣味飄出來 難道這是宅男女神的味道嗎 嗯 而客廳中最讓人注意的 就是白虎面紙盒 還有虎頭包包 又沒有這麼愛老虎啊 再來咱們去看 林采迪的帥意囉 不是不是 是睡巷喔 哇塞 感覺睡得相當香甜 瞧這雙腿還有這睡姿 啊 相當有人啊 連睡著的樣子都比小優漂亮 就不愧是宅男女神啊 而床邊則是擺著洗衣籃 讓人忍不住想一一探究竟 但是咱們鏡頭不能再進去了 要不然就會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咯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怪 又到了叫她起床的時間了 聽說咱們林采迪一睡覺就叫不行 看來似乎是真的啊 采迪一起裝囉 你們是誰 外面不去管人 您不用擔心啊 好受癮而且 我明天沒穿 快點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你告訴我 早 早安 嗨 早啊 林采迪小姐 您之前上節目啊 趕快跟鏡頭揮揮手 好了 不用好了 很漂亮不用擔心啊 那我們先走了喔 咱們該看的都看到了齁 說實話 是比小優好看200倍啊 她是電視劇的反應耶 她被人說出很經典的那句對白耶 不過林采迪真的私生活很老派耶 對啊 我連床組都... 憲竹有坐在旁邊嗎